一個男人星期四下午1點多 被人發現飄浮在海洋公園 大樹灣海洋徑對開的海面 救援人員到場之後 在防波堤附近將男人撈起 證實他已經死亡 消防隨後將他抬上消防船 運送到岸邊 警方將案件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 正是調查死者的身份和墮海的原因